喂喂喂好 我是Colfest Johnson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要拉票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投票給Colfest真的假的 好 這個是我們剛才提案的時候就已經提過了 Colfest這邊的影響力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自烘茶和回應 它可以術集200萬的受眾 就是透過我們的這些開放的資料 以及下游的使用我們資料的Chatbot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一整個Colfest真的假的專案的核心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說 我們的核心就是這一些查核志工 他們撰寫查核回應 而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 我們希望讓大家一起來練習查證 練習如何撰寫有說服力的回應 這樣子的話我們才可以讓社會 面對假訊息的時候可以更有韌性 所以呢在我們核心真的假的這邊參與 這個公共投資的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設定說我們的公共資助的目標 就應該要是這些查核志工 所以以前我們其實就聯絡了一些 我們近期內有參與有撰寫查核回應 而且我們自己聯絡得到 而且還願意參與這個公共投資實驗的查核志工 作為我們這一次的公共資助目標 然後呢那既然我們現在有一群的查核協作者 我們要怎麼去分配等一下大家投票完 結果之後得到了這一些公共資助的資源呢 我們這邊基本上就是要靠貢獻度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貢獻度的metric 可以把有下面的這些性質 第一個我們希望寫得好的人貢獻度高 寫得好就是指讀者覺得讚 再來就是如果我們希望寫得多的人 也可以有比較高的貢獻度 因為這樣子的話會讓我們的聊天機器人更知道說 這個訊息可以回那個訊息也可以回 增加聊天機器人的手費範圍 再來就是我們會希望寫得巧 就是因為其實訊息是有即時性的 所以如果這些 如果願意就是針對更新的訊息撰寫 然後熱門的訊息撰寫查核協作的人 我們會希望他的貢獻度也會比其他人高 那因為我們有三個metric 一次要tackle三個metrics 還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讀者覺得讚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metric來設計 首先我們其實COVID真的假的 已經有一個現有的機制來收集使用者 尤其是讀者的反饋了 那在tramart顯示完一則查核回應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會主動的詢問讀者 請問這個查核回應 是不是有幫助的查核回應 並且還可以撰寫為什麼他會這樣評價的理由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設計我們的貢獻度 是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查核協作者A 他的貢獻度要怎麼算呢 我們就去計算 他在我們公共投資實驗的時間區間裡面 他所撰寫的所有的查核回應 他到底有多少人覺得他有幫助 然後再減掉有多少人覺得他沒幫助 我們舉例 現在有一個查核協作者 他撰寫了一則查核回應 然後有b、p、m三個人覺得有幫助 然後同一個查核協作者 也在實驗的區間寫了另外一則查核回應 可是這個時候b跟p這兩個人 他仍然覺得有幫助 可是m這個人他看了這個查核回應 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有幫助 他按了沒有幫助 然後另外還有另外一個使用者叫做f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要怎麼算這個貢獻度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一下 所有的查核回應裡面 到底有哪些人覺得有幫助 b、p、m三個人 再來對於a的查核回應 絕對沒幫助的有m跟f兩個人 然後我們再直接把這個3跟2相減得到1 可以注意到就是那個m他按了 他絕對有幫助也覺得沒幫助 可是這樣的話他的正跟負就是抵消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a查核貢獻者的貢獻度就是1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分配呢 基本上他們就可以滿足了 第一個寫得好 因為他就是直接以讀者評價為基礎 然後他也覆蓋越多訊息 越有機會獲得評價 所以也是可以滿足寫得多 以及寫得巧 因為越熱門訊息也越有可能會獲得評價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些特性的優點 例如說他這個人數比評價數比較不容易被灌票啊 或者是我為了減少被就是按覺得沒有幫助 所以我在撰寫的時候 無論是我的語氣 我撰寫的時候使用的查核的就是出處 其實都會需要去兼顧不同立場的讀者 讓他的貢獻度最炸化 再來就是剛才提到的熱門訊息 跟他會去關注評價這件事情 那剛才的這些東西 我們其實都會告知我們的這些查核協作者 他的這個我們這一次實驗的規則 然後我們也會把一些PETBALL 例如說你要多多去掌握 在call費上面掌握最新的訊息 新的訊息進來你就多多去看 這些小PETBALL 讓他們可以試半功倍的提升他們的貢獻度 我們的參與者在這個時間 我們至今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的參與時間是拉到12月15號 也就是在幾天之後 這些至今他們其實已經產出了 一千多則的查核回應 而且獲得了三千多則的贈品 如果我們把這些查核協作者的貢獻度 全部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了一千 那我們也公開我們的這些查核協作 目前的查核回應 按照這個有用的程度做排序 通通都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看說 接下來大家投票給我們 就等於是投票給哪一些查核回應的協作者 所以請投票給call費真的假的 給這些努力撰寫即時有效查核回應的人 給予最棒的肯定 謝謝大家